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此秦氏才算适应了11楼的氛围 陶俊辉去了11楼 秦氏并没有告诉杨华 秦氏看资料睡着了 陶俊辉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披在秦氏的身上 而这一幕恰好被杨华看到了 杨华来给自己的妻子送夜宵 却看到了这样爱美的一幕 他心里肯定不是滋味 秦氏表明自己对陶俊辉没有意思 说陶俊辉因为对他误会 恨他都不来不及 然而杨华看到的事实并不是这样 杨华嘴上说着 对于比他优秀的人他会尊重 比他差的人他也不用在意 可心里究竟怎么想的 只有他自己知道 杨华拒绝给秦氏看资料 他和秦氏之间的冷战就这么开始了 虽然秦氏和杨华是法律上的夫妻 但他们只是协议结婚 目前来看杨华确实没有陶俊辉优秀 他之前甚至连工作都没有 当初他离开职场 应该是犯了错误 或者被别人打败 不管怎样都是灰溜溜离开的 因为有阴影 他才不愿意出去工作 也不愿意社交 通讯录里只有六个人 可以说他的智商很高 但情商低 就连任妹妹都觉得他有问题 杨华和秦氏冷战主要的原因 还是陶俊辉太优秀 而且秦氏还是陶俊辉的前未婚妻 杨华有些自卑 他和秦氏坦白 如果他想和陶俊辉在一起 他们可以离婚 其实不光杨华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无非也是一样 在他们看来 秦氏和陶俊辉应该是彼此的白月光 不光杨华和秦氏都会